女人被几个大兵高高举起 送到即将出征的新婚丈夫面前 在战友的起哄下 他们来了一个爱的吻别 看着车辆渐行渐远 妻子的眼里流露出一丝不舍 之后两人进入网恋模式 丈夫在巡查时看见东方徐徐升起的太阳 会用手机拍下来发给妻子欣赏 也会在和妻子视频时称呼她为宝贝 而妻子则在和丈夫的交流中获得灵感 并为刚刚结束战斗的丈夫以及他的战友 送上自己最新创作的歌曲 抚慰他们的情绪 两人你弄我弄无比恩爱 然而他们竟然是假结婚 甚至两人在第一次聊天时就相互嘲讽对方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酒吧 当时卡西在酒吧当服务员 却被大兵公然调戏 气得他转身就走 一个男人替战友向卡西道歉 但正在气头上的卡西并没有接受 两人反而因为别的话题产生了新的争执 他在酒吧又受累又受气 一切皆源于糖尿病 是的 年纪轻轻的他患上了糖尿病 每六小时就得注射一次胰岛素 长期下来的医疗费用 打倒了这个涉事不深的女孩 但卡西不想接受母亲的帮助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 母亲只能帮他一时而不能帮他一时 这一晚卡西在表演的时候 突然觉得眼花缭乱绑的昏缠 他跌跌撞撞的挪到卫生间 准备给自己注射胰岛素 却发现药已经用完了 他明白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终究会被自己的病拖垮 突然他看到了墙上海军陆战队的标志 一瞬间他想起了闺蜜说过的话 只要嫁给军员 就能享受免费的医疗待遇 脑海中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 第二天 他迫不及待地来找备胎间大兵小黑 坦率地提出要和他结婚 本以为这个备胎会不假思索地答应自己 但小黑居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卡西这才知道他已经跟前任附和了 眼看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 卡西只能失望地离开 可没过几天 那天在酒吧找卡西聊天的男人卡克 竟然拖小黑找到了卡西 他说那天他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他愿意代替小黑和卡西结婚 原来卢克跟卡西同样有着艰难的处境 由于之前是个瘾君子 他欠了赖皮一屁股外战 众所周知 只要是军人成家后 不仅能享受免费的医疗待遇 每个月还能领到2000元的各种津贴 此时的卡西还不清楚 对方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帮自己 但只要能让自己免费看病 跟谁结婚并没有多大差别 同时卢克一再提醒卡西 两人的假结婚事件需要格外保密 在公众场合 他们一定要装作一对恩爱的夫妻 否则将来他们会被告上军事法庭 引来不必要的牢狱之灾 为了共同的目标 卡西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两个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人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的仪式非常简单 地点是在基地里 婚戒是小黑借给两人的 唯一的见证人也只有小黑 从此 这对为了利益的新人被婚姻捆绑在一块 为了掩人耳目 当晚 他们和所有大兵及其妻子一样 在基地附近的汽车旅馆住了一晚 第二天就是卢克出征的日子了 作为家属 卡西要送卢克坐上前往机场的班车 即便是马上就要分离 两人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因为两人的婚姻 时刻都在军队的监视之下 为了更真实地演下去 他们往后的电话和书信一样都不能少 很快他们开启了各自的新生活 卢克在战场上为国争光 卡西在家里写歌 他们会频繁地发短信 来表达对彼此的相思之苦 虽然一切都是假的 但却又如此地真实 渐渐地 两人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因为这种说不出的相思之苦 卡西写的歌里逐渐出现了归怨之情 当着卢克和同事们的面 卡西还把他写的新歌远程唱给大家听 在有了免费的医疗待遇后 卡西的病情也得到了持续的改善 本以为两年的时间会顺利地度过 可天有不测风云 这天卢克在战场上巡逻时 他无意触发了敌人隐藏的爆炸装置 不出意外 作为直系亲属的卡西很快收到了消息 而此时离卢克出征才仅仅过去半年 按照卢克离别时的叮嘱 卡西第一时间找到了卢克的父亲 可父亲根本不认识卡西 直到卡西亮出了婚见 卢克的父亲才相信了他 但他并不知道儿子已经参军 卢克跟父亲的关系似乎并不合目 当卢克被运送回国后 一家人才在医院里见到了他 此时他的双腿刚刚动完手术 对于父亲的质问 卢克解释说他只想跟父亲一样 获取一枚人人尊敬的子星勋章 看着儿子不堪的遭遇 父亲十分心疼 可这次遭遇不幸的不止卢克一个 卢克告诉卡西 他的战友小黑已经阵亡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两人参加了小黑的葬礼 结束后 卡西把原本属于对方女友的婚结 还给了小黑女友 不久卢克出院了 本着夫妻的名义 他们一块回到了卡西的出租 从此卡西不仅要面对这段虚假的婚姻生活 还要照顾卢克的日常起居 面对从未体验过的家庭生活 卡西接受不了 面对卡西的埋怨 卢克非常理解 但为了不让别人拆穿他们而面临起诉 他恳求卡西委屈一下 只要能熬到他走步 一切都将是个转折点 之后的日子 卡西演出 卢克在医生的指导下尝试锻炼 经过不断的尝试 卢克终于能勉强站起来 似乎一切都在慢慢好转 两人之间也终于迎来了希望 或许卢克并没有什么不好 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只要腿养好了 他依旧是一个正常人 而卡西也一样 除了性格刚强一点 他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孩 两人在逐渐地相处中学会了包容 这场假戏真做的婚姻正在悄悄变味 这晚两人放下各自的羁绊 卡西亲自为卢克搓走 似乎两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产生了感情 在卢克的带领下 两人主动来到父亲家 看望卢克的父亲 一家人和睦的样子 让外人看了很是羡慕 本以为两人的关系会水到渠成地走下去 可这天 卢克意外接到了卡西母亲的电话 原来家里的玻璃被不明人士砸碎 得知这个消息后的一瞬间 卢克就猜到这肯定是那名赖皮的所作所为 为了避免对方将自己假结婚的事捅出去 卢克第一时间找到了赖皮 把欠的钱还给了他 还警告赖皮 以后不要再去骚扰他的家人 但很快 这件事终究还是被卡西知道了 他无法接受卢克过去的黑历史 更无法原谅卢克连累自己的母亲 他不仅跟卢克提出了离婚 还要卢克从此搬出去 直到这时卡西才意识到 或许他早已经爱上了卢克 所以才无法忍受他的欺骗 然而赖皮并没有善罢甘休 不久曾经的尚未找到了卢克 果然赖皮还是将两人假结婚的事举报了出去 由于涉嫌欺诈 两人将面临起诉 这样的结果 是两人谁都不愿意面对的 当在法庭上见到卡西的那一刻 卢克非常愧疚 当法官审问时 他替卡西揽下了所有过错 这一刻 卡西流泪了 由于认罪态度较好 卢克仅仅判处了半年的有期徒刑 回想起两人的点点滴滴 卡西再次留下了忏悔的眼泪 此时卡西的事业已经迎来了巅峰 他的歌曲受到了好莱坞的青睐 在舞台上的卡西一边唱歌 脑海中一遍遍浮现出卢克的影子 此时的他才明白 他早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卢克 演出结束后 卡西火急火燎地离开现场 他决定找回卢克 挽回两人的婚姻 在即将服刑前 卡西见到了卢克 在一番深情的告白之后 两个人不自觉地稳在了一块 患难见真情 在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旅程后 他们终于明白了婚姻的真谛 先结婚后恋爱一样可以幸福 婚姻中的两个人是彼此幸福的制造者 当对的人出现的时候 你会在无形中为了他越变越好 当你愿意为对方付出时 才算是真正理解了爱的内涵